第27題,27題28題是體組,實驗體 實驗五之一,物體受熱後溫度上升的比較 目的,加熱相同質量的水和甘油 比較其溫度上升的差異 了解物質種類與溫度變化的關係 然後給了我們的實驗步驟,就是課本上提示我們的實驗步驟 然後我們有實驗結果的記錄 然後最後說 關於以上實驗請回答2728題 第27題是問 對於實驗的注意事項及發現,以下描述何者正確 A 實驗裝置架設完成後,鐵環的位置和酒精燈的燈芯長度就不可再改變 單位時間所加的熱量才能固定 這個敘述是對的 最後說此為操縱變音是錯的 因為這是保持不變的因素 所以它是控制變音而不是操縱變音 選項A是錯的 選項B 裝置儀器與測量時 溫度計是要測量水和或乾油的溫度 是對的 所以溫度計液囊可以碰觸到燒杯底部 這是錯的 我們就是因為要測量水和乾油的溫度 所以我們的 液囊要把它放在我們的水跟乾油的中間 而不可以直接碰觸底部 所以選項B是錯的 選項C 步驟1-3 分別加熱50公克的水 100公克的水 其控制變音為加熱後的溫度 這個是錯的 我們的控制變音應該是所謂的我們剛才講的鐵環的位置 9吋的燈芯 我們每分鐘所提供的熱源 還有 我們的應變變音 是我們加熱後的溫度 所以 選項C說加熱溫度是為控制變音 是錯的 選項株 由實驗紀錄 我們發現50公克的水 較100公克的水 溫度上升快 可推之 以同一熱源加熱不同質量的相同物質 若加熱相同時間 質量小的溫度變化快 這個是對的 這就是我們根據實驗所得到的結論 第27題問我們說 對於實驗的注意事項及發現 以下描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株 由實驗紀錄 我們發現50公克的水 較100公克的水 溫度上升快 可推之 以同一熱源加熱不同質量的相同物質 若加熱相同時間 質量小的溫度變化快